大家看 其實他這個是有那個步伐的 是 你看這樣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學習 是 這個衣服跟剛剛那件又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好 然後再看 這件也不一樣 對 這件也不一樣 那這個是有步伐的 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配件也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場法會的內容是不一樣 這件也不一樣 對不對 這也不一樣 米糧嗎 這都米嘛 這都米嘛 一條龍嘛 對 然後上面是銅板 沒錯 其實我以前也是 也是這一行的 不然我怎麼都 你看 很厲害 不可忘 所以你沒辦法出雞 好 這是去人家 新家或新廟 或是新的建築落成的時候 就會安之龍 象徵那個地脈的龍神 興旺 對 就是希望說他以後這個房子 或這個住宅 或這個場所 他會很發光這樣子 對 有龍神在護衛 那你這樣 除了你之外 還有你的同事一起去是嗎 是啊 我們辦法會都一個團體裡面 最少都有七八個成員 這是人家的新廟嗎 新的廟 對 廟是不是 廟 有人家裡面的廟 叫你們去做嗎 有 也有家裡 對 然後墳墓也有 對 我們也會去墳墓 這樣出一段要多少給你 就是會看我們場合大小 很簡單講 就是比如說五個人 有五個人價錢 那七個人有七個人價錢 我做半天有半天的價錢 一天有一天的價錢 那你要去哪裡學這些東西 我以前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做到是 還是算是傳統產業 那他這是很重師徒制 當然是傳統 難道是新科技嗎 對 他不會憑空而來的 對 那你就是要拜師 就是比如說你看選幾個 你覺得有名望 或是說在業界裡面 就是九富聖民的師父 那你也要去跟他就是相處 就是說你們聊不聊來 因為人跟人的個性不一樣 你要跟師父在一起 就是師父早上起來要買菜 你就要陪他去買菜 對 那師父無聊的時候 要叫你陪他聊天的時候 你就要在那陪他聊天 師父要幹嘛 我們都要在旁邊隨時在測這樣子 聽說你會樂器吹奏 會 我們不只像我們剛剛看到是前場 就是我們要在一個場 比如說寺廟或是各自市場場合 在前面演法以外 那他後面一定要有搭配音樂 對 音樂就是說裸鼓 那或是說他有師宣類 就是那個二壺 然後還是索納 對 還是說那個洞梟 那種種的這些樂器都要學習 對 所以你能幾項 你說我嗎 我應該會 這基本有四樣吧 動蕭 索納 索納 大小碎 就是有大支的索納 小支的索納 然後二壺 二壺還有人家 鉛納 對 然後裸鼓啊 這樣子很基本的 骨板那個很重要 對 那個二壺有 我才會像溫金龍這樣嗎 可能沒辦法啦 但是基本的是OK的 你怎麼知道溫金龍是什麼 我知道啊 那就好 我請問一下 我說溫金龍是什麼 溫金龍那個拉得很好 我常常有肚子 我也說我們那年代什麼人 那什麼人 所以我才問一下 了解 了解 那你如果是做不好 會不會被反噬 會 其實我們 在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師父都會告訴我們很多 我們臺語講說生死門 生死門 有一個口頭 就是說因為我在道教裡面 他是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我們有學過那個科學就知道 質量守恆定律 他就是說你的能量 或者叫質量不滅定律 對 那如果他從哪裡來 就一定要有一個地方從哪裡去 那法術也是一樣的 你在進行一個 在一個場合進行一件事情 一個儀式的時候 你借到了這些能量來到這邊 你就要從其他地方去償還回去 那所以我們在幫人家做很多法事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現在做完就沒事了 你也必須接受做完這個法事的後果 好的不好的 那曾經 你曾經家裡面有 因為做不好而有 我以前有遇過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個我們青雕的神像 他都會挖一個洞 然後挖一個洞後面會入寶物 入寶物就是說佛教講庄杖 道教講說列布 入寶 他就會放金銀銅鐵或是說動物 放海馬 放白蚊鳥 或是蜈蚣 各式各樣的動物 虎頭蜂這些的 就是象徵說那個神明他的靈力會 會被幫助到 那但是那天要入神的那個主家 他是在做偏門生意的 對 然後他就說 什麼叫偏門生意 就是他是在做走私 走私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毒品 或什麼這些比較奇怪的東西 那他就說他神明跟他只是說 他入一隻蛇 因為他說這個毒蛇入進去之後 會保佑他的偏門生意會做得很好 那入到哪裡去 入到那個神像 木頭神像的背後 對 然後這件事情 因為老師以前就耳庭面命說 這種事情不能這樣 不管你入什麼動物都沒關係 但是絕對不能入蛇 因為蛇呢 就是台語就是爪 就是蛇的意思 你蛇 這個神明他的力量會很大 可是會反噬 對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就覺得說 哪有這種事情 就是要入什麼 這個而且是神明說的嘛 那就沒有聽老師的話 就幫他入蛇 做一些儀式結束 開光 開光完之後 的確這個神明 讓這個主家 在當年 因為我們是年初的時候 做這個入神 然後開光的動作 讓他賺了非常多錢 就是做這些偏門的生意做很多錢 可是在年底的時候 我自己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爸爸他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認識外面朋友 然後被人家謙虛說 來投資賭場 投資賭場 他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拿一點錢去投資 投資 投資到最後變 變 他自己去移 變他下去去賭博什麼的 本來是要投資 後來自己倒數了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大概兩千六百多萬 對 那 這件事情之後 再隔一年 這個主家他也不見了 就突然人間蒸發了 對 那 糟糕還是怎樣 應該是糟糕 甚至可能擠湯出去了 就沒有再看到這個人了 對 那所以後來 我就知道說 原來很多事情 他的法律的報應 或是說做這些法術 這些可以 他是必須承當後果的 你看我們為了求偏財 這些財來了 哪裡就要從哪裡去 爸爸就無緣無故 就也因為偏財 就輸了這麼多錢 你爸爸嗎 我爸爸 輸兩千六百多萬 對 是啊 好 這個走勢 那你像你成為道士 有什麼戒律嗎 比方說看剛剛出家那麼嚴格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是給我們看到十戒 是因為在佛教裡面 他是有叢林制度的 就出家的生團 他是大家一起團夥生活 那他們是在寺院嘛 所以我們叫做叢林 就是他是出世的 他跟大家是不互動的 就是我們維持自己的生活 自己自主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規矩 在規範嘛 因為控制團體 就是比如說當兵啊 或是說團體生活 他就是有很多規範 但是我們道教呢 是有分 我們也有一部分的道士 是遵守叢林制度 就是出家的道士 那我們這些南方的道士 因為道教他有分 長江以南 長江以北 是這樣 對 那以南的道士呢 大部分都就是不是出家的 我們叫做火居 就是跟人群一起生活的道士 那這個也是因為要因應說 在如果每天在廟裡面啊 在那邊念經啊 拜佛啊什麼的 沒有人會理你啊 對啊 那你的收入從何啦 那衍生的這些火居道士就是說 因應一般人 比如說 我就生兒子啊 或是說我打拚啊 或是說我要結婚啊 或是說讓人過世了 各式各樣生老病死 都有應對的 所以你們可以娶太太 你們可以吃肉 可以生小孩 幾乎跟一般人沒有兩樣 就是這跟一般人一樣 只有在做儀式的時候 都是不一樣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然後 再按下訂閱鈕